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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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局审计搞突然袭击 连我这个银行理事会的理事长 都不知道他们要审查各个银行 简直让人措手不及啊 不过这也不奇怪啊 经济部的次长刚上任 新官上任三把火啊 这方面日本人跟咱们都一样 李市长啊 这儿也没外人 我就给您交个底儿 除了张宁伪造的那两笔账对不上 还有四笔账有问题 如果神机局把这个结果毁谤给次长 那我可就完了 老李啊 你是个聪明人 就这么点事你就掰扯不开了 那个张宁他不是死了吗 把这一切都算在他头上 你没多大事 你大不了就是个用人不善 任人不闲 回头次长那儿 我再给你多美言几句 把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给降到最低 那就多谢李市长了 从检测结果来看 这个子弹和简天被杀现场的子弹 行后一致 他们是从同一把墙里射出来的 看来我分析得没错 杀死景天和花子的是同一个凶手 进来 行日副官 古川松尾前来报到 你出去吧 是 你终于来了 前辈 从奉天分别以后 我一直在等待您的招呼 结果 没让我失望 很好 你来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孤单 现在这种感觉全消失了 前辈 我想知道 从现在开始我可以做些什么 好 干什么呢 我进去溜达溜达 这里不许见 走开 走啊 小琼 给 你怎么会在这儿小三江 谁呀 我来找你玩的 这几天没见你吧 我还真挺想你的 真的 真的 不是 我人都在这儿了 还能喝假呀 算你有良心 还知道来看我 我正愁没人陪呢 你陪我去儿育公园划船吧 我长大都没去过呢 走走走 不不不不 划船多没意思啊 咱们正在新鲜地 那你想干嘛 干什么 干什么 对啊 又不 你带我进去看看 银行 银行有什么好玩的 我这不是没进去过吗 我特好奇 我就想知道里边长什么样 我也很好奇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呀 其实吧 我就是想见不着你的时候 我能知道你 你才干什么 好 好像 说得挺真诚的啊 真的 那行 我带你进去 走走走走 走 走 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真漂亮啊 我发现那存钱的地方就是不一样 真阔气 我说你这人太有意思了 你是在跟我上演一出 刘姥姥进大官园吗 刘姥姥是谁呀 你没有看过《红落梦》吗 但是我知道怡红楼 怡红楼是什么呀 在那儿睡觉啊 老做梦 你真逗 走 来 这边 怎么样 我说嘛 成天在这儿待着是挺舒坦啊 是吧 走 咱俩去那边 请进 这就是办公室啊 这是接待室 办公室外人不可以进的 我在外面买了点点心 你过来尝尝吗 那个 张宁张经理在哪儿办公啊 你问这个干嘛 我就是随便问 在这儿我不是除了你 就只认识他了吧 你把人带这儿来了 他就是随便进来看看 文静你好 姐夫好 瞎说什么呢 讨厌啊 好准让你去他办公室 我知道了 一会儿就去 让你马上就去 你没看见我这儿有人 没事 不用管我去忙你的 那我走了 你在这儿吃点点心 好 别乱跑啊 我知道 王伯 张经理的办公室打扫好了 打扫好 好 给我过来一下 好 张婉 张宁死了 什么 张宁死了 什么时候 怎么死的 这你就别多问了 从明天开始 你来集体他的职位 你的意思是 让我当经理 我想来想去 还只有你最合适 爸 我对银行的业务 还不太熟 不要你管那么多 你就管好会计科 还有银行的账目就可以了 可是最不熟的业务 就是会计科了 业务部署没关系 有白湾进来 他会告诉你 爸 我是觉着吧 我年龄小 资历浅 一下子就升到经理 别人会说闲话的 他们敢 有我在呢 你就好好干 就行了 怎么着 老说我把你当小孩看 现在我给了你一个挑良的机会 还退缩了 谁说的 好 那行 那我就 试试 这还差不多 那就谢谢黎大行长 给我的提鞋 晓晓 爹还有一句话要叮嘱你 这会计科 就是你爹的命 你把银行的账簿给我管好了 没有我的命令 谁都不许跑 知道吗 嗯 嗯 好 诶 你 好 小三家 人呢 小三家 小三姜 你跑这儿来干吗呀 我没干吗 我随处溜达溜达 不过我发现这儿 还真没什么好看的 走吧 你那手里拿的什么呀 我 我什么都没拿 什么也没拿 赶紧拿出来 我真什么都没拿 我能拿什么呀 我还不知道你 老苗病又犯了吧 你偷了什么东西啊 给我拿出来 我这 你再说什么都没 这 这 送给你 你 你干吗 耍流氓 好了 咱赶紧走吧 我要再不出去 人还真以为我耍流氓呢 走吧走吧 快走 יע 哎呀 哎呀 日本人怎么了 你干嘛吓成这样 吓死我了 哇 不是害怕 我是不是想跟它碰面 在那儿 江领的办公室在哪儿 在那边 还行啊 什么还行啊 我走了 你疯了 这是二楼 那也比碰见日本人强 记住啊 千万别跟日本人说我来过 那你慢点 来啊 小心点 你们找谁啊 这是李航长的女儿李先生 李小姐 李航 你谁啊 我是先兵队西野副队长的 新任副官古川松尉 除此见名 请多管找人 有什么事吗 李小姐 你很紧张吧 我哪儿紧张啊 你一直靠着窗户 一动又不动 难道 在窗外藏着什么东西吗 我藏了什么自己看呗 开个玩笑 李小姐 我今天是奉勉搜查张宁的办公室 还请不备好 随便 走 走 看见没有了 什么叫本事 这就叫本事 就为这破图纸 哥们从二楼上摔下来 差点都见不着你们了 这图纸是真的 你立功了 这行人 真行 没事没事 有闷解这句话就够了 你们看啊 地上一层是营业大厅 二层是办公的地方 这金库保险库就在地下 早说呀 早说早进去了 你怎么进去 还能怎么进去 走楼梯啊 你看这图纸上面 哪个位置是楼梯啊 只有这么一个电梯 是去往这个保险库和金库 唯一的一个入口 从这里坐电梯下去 大概五丈深的地方 往前走 第一个看到的是保险库 再往前会看到一扇门 打开这扇门 才能进到金库里面 不是你们 你们又这又那的 这到底怎么进去啊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怎么进去 这不简单吗 怎么进去 杀进去不就完了吗 别冲动 别冲动 你说假如宪兵队 在门口架两条机枪 电梯门一开 咔咔一顿扫射 我们不全解决了 不是 那你的意思 我这图纸 我白拿了是吗 也不是这儿 再研究研究 我有一个办法 咱们走地上不行 可以走地下 什么意思啊 日本人在建城初起 仿效东京 在新京城地底下 建了很多地下水管道 你是说 从地下水道进到金库 当然了 这只是设想 完全有可能 那你赶快去找地图啊 找到地下水道的结构图 我们一对照就知道了 好 你放心 我就不跟你们一块去了啊 我约了松本吃饭 我问一下 小岚那边泄命队 是怎么说的 那我开车送你吧 太好了 去呀 走 太好了 你走 开这么快 开那么快 慢点 要不然我陪你进去啊 不用了 你等着我就行 你刚才从楼上跳下来 是不是摔得不轻啊 没事 快 给 别逞能了 赶快涂一涂 曼姐 还是你对我好 行了 别有罪话事 等着我 孙本先生 真是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没事 大明星让我吃饭 我愿意的 请 孙本先生 赏光来吃饭 可真是我的荣幸啊 来 尝尝这个 谢谢 和您的口味吗 味道 和我家乡 就像酒桌的一样 那就太好了 这是我让他们特意学着炮制的 你太有心了 真让我感动啊 好久不见了 你最近忙什么呢 就是宪兵队那些事 枯燥 乏味 是不是出什么大事了 我怎么觉得您的脸色这么不好啊 新闷小姐开始关心果实了 我这是关心您 闻瑶这两天和你们在一起拍戏吗 没有啊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都检查过了 没什么收获 不想过 不想得起 在一起拍戏吗 不想和你 我对我们一起拍戏吗 不想和你拍戏吗 不想和你拍戏吗 不想看看 你拍戏吗 太好了 你拍戏吗 获勞叙 你们拍戏吗 这幅画原本有两层 被撕掉了一层 张宁肯定曾经在里面 藏过什么东西 装哪儿装哪儿 装哪儿 你干吗这么慌慌张张的 差点让日本人抓了 什么 怎么了 我刚才去神泉路三十二号 给长白兄弟送摩摆 我刚一出门 宪兵队就来了 长白兄弟呢 是这么回事 这两天日本人围剿黑山寨 山上缺衣少药的 他们就派了一个人 下来找长白兄弟 这没想到一下山 就被日本人抓了 而且还把长白兄弟出卖了 领着宪兵队去抓长白兄弟 那现在长白兄弟 是落在日本人手里了吗 跑了 我看他们跑了 跑 跑了就行了 对了 模板是假的你们知道吗 模板是假的 旧板早作废了 这张宁够孙子的啊 设计图丝了一张 这模板还可以假的 这长白兄弟啊 特别生气 这 被人算起了能不生气吗 不是生张宁的气 生你的气 干吗生我气啊 为什么生他的气啊 他们发现 他根本就不是叶陵峰 他们发现了 你问他 你是不是说过 李潇潇是你媳妇 我是说过呀 在黑山寨 我得蒙他们呀 你蒙谁呢 长白兄弟 除了要摩摆 还要绑架李善坤的女儿 他们一猜点 一看是李潇潇 你要是李善坤的女婿 你会打着 八吨黄金的主意 也是啊 长白兄弟特别生气 还找了道场的朋友查你 一查你什么情况 他们一清二楚 跟我们翻脸了 所以以后 跟我们势不两立 他俩现在人在哪儿呢 应该回山上了吧 行 回去就回去吧 省得给咱们添麻烦 去吧 行吗 嗯 先拼队那边怎么样了 哎 孙本的嘴特别的心 什么都没说 不过我估计应该没事 不然早有动静了 你们这怎么样 哦 我们几个跑背了全城 最后在一家日文书店 找到了标语 新京地下水道的地图 在哪儿 来 你看看 这边啊 你给说说 你看啊 这儿是大贺银行 正好有一套下水道 从这儿经过 那我们就能坐下水道进去了吧 你能不能先听那说完啊 可是有可能这下水道的两头呢 给堵上了 为什么会堵上 因为日本人建航初期 为了安全考虑 把两头给堵上了 不是 那你这绕来绕去的 你不就是那意思说 我们白忙活了吗 没白忙活 这两头虽然堵上了 但中间的空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下水道 上面的地面挖下去 你们看这个点啊 这个点 就在大贺银行的上面 离下水道最紧 并且呢 在银行上面 我们如果挖得好 这是最合理的地点 这儿吗 这儿不是浅草料理店吗 对 浅草料理店每天人那么多 怎么挖呀 这个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面团袋 两位先生 请留步 本店只招待日本客人 要有种 就把刚才的话子给我重复你 我们来呢 不是用餐的 是找你们孙老板有事 告诉他们 我们是蛮硬剧组的 好吧 稍等 满洲为什么会落在日本人上 就因为像这样的狗换奸太太 我她娘早晚把她们都亲了 咱们来找人家办事的对吧 你这脾气能办成事吗 脾气改变 两位 里边请 您这边请 请坐 好 来 这 请 一会儿啊 悠着点 别胡来 二位找我吗 苏老板 您是苏老板 是 在下 我们呢 是蛮硬剧组的 拍电影的 坐吧 坐吧 好 二位找我有何贵干呢 是这样 我们呢 正在筹拍一部电影 电影里有一个场景 刚刚和您这个料理店特别符合 我们呢 想和您谈谈 把这料理店租下来 十天就够了 就十天 你们能出多少租金呢 我们是这么想的 您这个店一天盈利多少 我们就付多少钱 不是毛利洋 敬礼 行 我这个店一天盈利 五百 孙老板 你别逗了 我们哥俩一年都 挣不了这么多钱 不是五百 后面还得加个零 多少 五千 十天 四万块钱 四万块钱 能把你这店都爬下来了吗 你这不是坐地起架吗 那你们 就到其他家去看看吧 姓孙的告诉你 别给脸 不要脸 既然孙老板不同意 那咱们就要另寻他处 告辞啊 滚送 伯父 我阿嬷和阿娘 这两天就要来新京了 我 主要是想和您商量一下 我们两家的婚事 好啊 这么长时间了 一直没见过王爷和附近 真该跟他们见见面 聊聊你们的婚事 什么玩意儿啊 什么玩意儿 你也太抬决他们了吧 我告诉你它是什么啊 就是那三福天卖不出去的肉 臭货 无间不成伤 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说说吧 还有什么招啊 这事您甭管 对付这种臭货 我最有招了 什么招啊 说说 就等着好消息吧 萧萧啊 你终于下来了 萧萧 我先接电话 喂 你好 还好是你接的 要是你爸 我还真不知道该说啥了 是你啊 你什么时候从欧洲回来的呀 什么欧洲啊 我在满人机的太新服装铺 你赶紧过来找你有事 可不是嘛 好久不见了 你等我一会儿啊 我马上到 爹 我出去一趟啊 你去哪儿啊 爹 我有一个朋友 从欧洲回来了 他约我见面 你们俩先聊着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您 这孩子 这衣服啊 是从意大利进口的 从您身上别提多合适了 简直就是为您量身定做的 嗯 还勤啊 挺帅啊 来了 嗯 带钱了吗 带了呀 怎么了 来 过来 把这披上来 干吗 爷 这么难过我可不穿 你懂什么呀你懂 哪难看了 我告诉你啊 人现在上流社会里面都这么穿 逗什么呀 穿 那 上流社会 你还 转一下转一下 我看 你看行吗 上流社会的气质 终于出来了 行 给钱吧 走 请慢用 小三江 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鼠药 什么 还跟你开个玩笑 我就是觉得好几天没见你了 想请你吃个饭 有事求我 没有啊 小三江 我说你骗吃骗喝的 你也找点理由好不好 你没有钱买衣服 还有钱请我吃饭 还不是我结账 行行行行 吃饭 好 你怎么不吃生鱼片啊 我从小不爱吃生的 这么好吃的东西你都不爱吃 没办法 想不了福 那你不吃我吃了 不行不行 不行 这个你可不能吃 为什么呀 我不吃 我们家老疯子吃啊 好吧 那 我去解个手啊 记住了 这个你可千万别吃啊 知道了知道了 好 你不是不吃生的吗 今天就让尝尝 不要吃 Muk 她是什么 那现在是什么 救 tourists 你又回来了 怎么去的那么久啊 我有点拉肚子 其实我老看着他们家东西 好像不太干净 这盘你没吃过吧 我至于吗 风店爱吃的话 以后我亲手给他做 那倒不用 那也不能我光吃你看着 你吃个饭团吧 我不想吃 我不饿 我都给你加了 你吃一个嘛 那好吧 好吃吗 先让我吃了 晓晓 你以前吃饭的时候 有没有中过毒啊 没有啊 怎么了 如果 因为我要中毒了 你可千万别帮我送医院啊 直接让我万倍钱就行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怎么觉得味那么怪啊 我给你加了生鱼片 谁说你不吃生的 这不也吃了吗 小三江别闹了 小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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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干什么 医生 他怎么样了 你是他家属啊 是 他中毒了 中毒了 放心 已经洗过胃了 不过呢还得留在医院观察两天 他来之前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食物啊 就吃了饭团还有剩鱼片 好 以后吃东西注意点 小三江 停一下停一下 小三江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跟你开那样的玩笑 跟你没关系 是浅草 吃的又多 你帮我找他们 让他们赔四万 赔钱 我得让他们关门 你放心吧 我这就去给卫生署的陈叔叔打电话 三位请 老板 这三位找您 您是这店的老板吗 是 是我 我是卫生署的 老板 从今天开始 你的店不能再营业了 并且无期限的亭业整顿 这是我们书长给您签署的 通知 这 这是为什么呀 我们接到举报 有人在你这儿吃饭中毒了 中毒了 是不是那一男一女啊 你知道那女的是什么人吗 是谁啊 她是大和银行行长的女儿 那 一个千金大小姐 她那是骗子吗 她的朋友还躺在医院里 哪个骗子 能用她的命来讹诈你 再会 再吃一口啊 你跟新闻说了 跟她说了 她说她一会儿就过了 还有 卫生署的陈伯伯说 她已经派人去查封钱草了 别别别查封啊 让她赔钱就行 钱有那么重要吗 她们可是差点要了你的命 不行 这 你 你是 这位是黎大小姐吧 你是谁啊 我是浅草料理店的老板 我姓孙 孙子的孙 你还好意思来啊 绝绝绝绝绝绝 晓晓 听听人家怎么说嘛 我是专程过来看你们二位的 发生这种事情啊 我很心痛啊 这里的医药费 你们就不用管了 全包到我身上了 还有 这两样窝里也请收下 谁稀罕你这东西 是是是是 我知道黎小姐不稀罕 我知道 我知道黎小姐不稀罕 可是既然问题已经发生了 总得有个解决的方法吧 您说是不是 卫生署的人没有去找你吗 找了 找了 这几天 我们已经整顿停业了 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不不不不 回去吧 回去吧 出去 黎小姐 你看 我 我这一个劲儿的给你道歉 你就高抬贵手 放了我 晓晓 人家既然都已经认错了 咱也别得理不着人了 还是这个人 心疼我 孙老板 其实这事吧 我也想早点给了结了 但就看你的诚意够不够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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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意我是绝对有的 那好啊 你打算赔我多少钱啊 赔钱 是啊 要不然我这罪不白瘦了 对啊 对对对对 对 赔钱 赔钱 您说个数 我说啊 四百 太多了吧 四百 后边再加点零 四万哪 对啊 你们这是讹诈呀 你敢说我们讹诈你吗 不不不不不 口误 口误 爷 你看 我们就是把这个店卖了 我也凑不起这个数啊 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如果你要不给的话 这卫生署的封条不撤 估计你想卖都卖不出去 爷爷 我 你饶了我吧 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哪 那你说多少吧 一千 那你走吧 甭说了 走 三千 不行 太少了 五千 五千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这卫生署的条 十天之后才能撤 五千 姓孙的给他 小参匠 你行啊你 这姓孙的老头 可是个铁公鸡 你能从他身上拔下毛来 你服不服 连老鼠药都敢吞 够狠 服 服就行 曼姐 你是不是也说两句 你这苦肉剂用得不错 可是下次就别用了 太危险了 苦肉剂 我那是让李小小给害的 哥们本来就想 装一中毒 结果让他给我换了 你这叫阴差阳错 幸亏你没事 待会儿听我说啊 这钱是拿到了 可这地道 还是挖不了 庄岛 我发现 你拍戏的时候特别精明 只要一部拍戏呢 比谁的脑子都不灵光 还真就是这么回事 刚刚他们不是说了吗 钱草料理店 已经关了有十天了 这个姓孙的 他是做生意的 他的脑子最好使了 你们说现在去找他 他还会不答应吗 别为了 钱草料理店的老板到了 在门外等着呢 说草子草子就到了 哥们还真够着急的 行了 赶快走吧 别让他看见了 是 那我先回当家 这个 我抽一张 给我那疯老爷子 买点吃的 小子 吃钥匙 吃钥匙给我 这个啊 就你们帮我保管了 上点心 上点心 后门 两位久等了 里边请 老板请 我昨天想了一下 这个房子就租给你们了 我们不租了 不租了 为什么 我们选了一个更好的地方 租金比您便宜多了 价格好商量啊 好商量什么呀 我们不乐意跟你商量 这 您这个兄弟呀 我知道你说的是气话 我认为这拍电影啊 给我们炒菜 它是一回事 没有好的原材料 再好的厨子也做不出好菜来 对不对 别跟我废话 赶紧在我眼前 小时马上滚 不 先别激动嘛 既然孙老板都来了 就听听他怎么说 这价格嘛 我给你们打一个对折 两万 怎么样 什么 还高吗 你觉得低啊 好 我再给你们打一对折 说一万 不 这可是最低价了 不能再少了 孙老板 您的诚意是够 但是您出的价格 离我们的目标呢 相距甚远 我觉得您还是回吧 不 那 那 你们说一个价给我听听啊 四千九百八 四千九百八 好 加二十 五千 二十加不了 这么大买卖 二十都加不了 本来是可以的 您早来十分钟啊 现在晚了 行 小三将 你去哪儿 小三将 小三将 快追上那辆车 快点 小三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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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来来来 给 拿着 这 给我的 你发财了 一点点 不过那钱 不都是我的 我爹在屋呢吗 刚才还在呢 这会儿不知道 你看看吧 行 那我先过去了 哦 爹 爹 疯子又跑哪儿去了 小三将 我 想管 晚宠山 雪过寒夜人 毁灭 暖一杯淡酒 我能飞的夜 何日与君相伴 春风又一夜 只能在梦中相见 无声或短暂 不到这新鲜何时回忆 日暮啊相观万虫山 雪过寒夜人毁灭 暖一杯淡酒 我能飞的夜 何日与君相伴 春风又一夜 只能在梦中相见 无声或短暂 不到这新鲜何时回忆 无声多短暂 不到这新鲜何时回忆 平处 五年 二年 二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